好 选举的消息带你来看到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傅昆奇 以及花莲县长徐正伟 在选前倒数不到五天 来到了花莲的最南区复礼出发 开始车队的扫街拜票 那么傅昆奇也大声的向选民催票 诚挚的拜托肯托所有的乡亲 决战黄金州争取地方的支持 选战倒数冲刺花莲立委候选人傅昆奇 与花莲县长徐正伟 以及志工群先议员向民众肯托 请安问候 傅昆奇希望在选前倒数 凝聚力量展现团结气势 支持者也高喊当选 傅昆奇徐正伟以及竞选团队 分别站在车队当中 向往来车辆以及行人问候肯托 希望民众总统立委票投侯友宜 赵绍康及傅昆奇让台湾和平 人民幸福花莲发展 新手相远 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顺利地来政党轮替 三号的会务能够顺利地来当选 让台湾展开两岸和平的新链 能够让我们儿生能够在台湾安定幸福 发展的成长 更重要的是我们花莲能够把四通八达的交通 能够来打通 选前各政党全力冲刺也全力地催政党票 傅昆奇表示 希望透过这场选举能够让台湾摆脱目前的困境 重新踏上稳健发展之路 会全力以赴为花莲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的机会 记者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